因為呢 我們家其實是 遠距離家庭 順便呢 給你們看一下 卡特的家庭到底是講怎麼樣 和諧的樣子都是演出來的呢 我們拭目以待 太方弟弟帶比基尼喔 你該露都沒有露出來 你該露 幹嘛一直曬恩愛啊 我怕明目 我怕浪漫的事情 一定要清楚 一人嗎 對 不不不 你爸爸 媽媽的 $2500 $2500 OK $2500 OK $2500 $2500 真的是我爸媽嗎 哈囉大家好 我是卡特 今天呢 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日子 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家人 因為呢 我們家其實是 遠距離家庭 很多人可能家晚有看過遠距離戀愛啊 但是我的家庭呢 是遠距離家庭 我現在呢 一個人在台北生活 媽媽跟弟弟呢 在桃園 爸爸呢 在菲律賓生活 在疫情前 爸爸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來到菲律賓工作 所以我們家 現在目前呢 大概就是隔幾個月 才會大家一起相聚一次 在爸爸外派之前 我們家是一個 心隱不離的家庭 因為爸爸來到菲律賓之後 再加上我就是長期在台北工作 所以呢 媽媽跟弟弟呢 其實我覺得他們生活上來講 算是有滿大的變化 那剛好呢 現在因為暑假的關係 所以呢 我們家就決定 一起去長攤吧 已經睽違很久 所以呢 我就是非常的期待 我現在呢 一個人 是從台灣先飛來菲律賓 找他們會合 順便呢 給你們看一下 卡特的家庭 到底是長得怎麼樣 和諧的樣子 都是演出來的呢 我們拭目以待 現在在等行李的同時呢 我還是在上船 很可憐 等一下就要見到寶寶他們了 好像有點期待 嗨 寶寶 哈囉 小弟弟 嗨 克蘭兒 你來到菲律賓 哈哈哈 是悠悠本來就很黑嗎 小悠悠 這次有dress code 這次有dress code啊 我幫弟弟戴比基尼哦 你喜歡橘色還是紅色 弟弟喜歡粉紅色 哈哈哈 然後呢 我們現在正在準備 明天要去長攤找的行李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我弟弟現在幹嘛 國民弟弟在幹嘛 悠悠你有準備好明天的衣服了嗎 悠悠你的比基尼咧 我沒有要穿比基尼 我沒有要穿哈尼 有人想看悠悠穿比基尼嗎 沒有 我哥們哥們 嚇到 這就是我自己 這位呢 就是我媽 克萊爾 幹 我就問 你這套衣服要挑多久 我覺得這樣很好看 真的啦 對 你剛剛說很好看 問他想怎樣 我會暴露啊 你暴露啊 像已經2024年了 你該露都沒有露出來 你該露 現在是早上的11點 我們現在呢 要準備去長攤島了 期待嗎 好 克萊爾期待嗎 期待 這次的旅行安排呢 是爸爸訂的飯店 如果呢 玩得不開心 就是爸爸的問題 哈哈哈 然後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去長攤島的話 兩個機場 一個是卡吉克萊 離度船頭比較近 另外一個 卡利庭要搭車要移的車 都要上飛機了 還要牽手是怎麼樣 幹嘛一直曬恩愛啊 我看明明 現在到機場了 然後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想要來長攤島玩的話 再到長攤島本島 其實是還需要一個接駁 再加上搭船 大家記得要先來這個 停止這邊 就會換到這個貼紙 然後貼在身上 這樣子 等一下才可以去搭船 跟大家說 就是建議大家 帶這種比較輕便的 小的行李箱就好了 他因為來這邊 就是都穿得很清涼 所以就太太多 然後穿拖鞋就可以 穿拖鞋就OK囉 現在要走去搭船了 有 你會害怕嗎 就是行李他們會幫我們處理 那我們現在就是 接下來就要走到搭船的地方 我們這個飯店 只有專屬的港口跟船 就不用跟人家擠了 對對對 Oh my God 我心裡有點暈了 接下來呢 要來帶大家開箱一下 我們在這邊的飯店 這邊的浴室是透明的耶 爸爸一定會叫我用透明的啊 選最多好不好 其實是我希望的就對了 這邊基本上是行李箱 都可以攤開來 這個其實是我跟爸爸的而已 哦 這是雙人房 這邊沒有國際插頭 所以大家如果來的話 自己可能要自備一下便壓 如果一般的電腦手機的話 是可以自行便壓 但是如果說你是有一些 平板夾 離子夾 或是什麼燙衣器啊 那種都需要 這應該有一些飲料之類的 沒有 有被子 哦 熱水器 然後看一下浴室好了 我們今天穿搭有搭到 都是樓空的 然後這個就是 啊 有那個啦 吹風機 不用自己帶 然後這邊可以 然後我需要的話 我再帶 這邊出去就是直接看到外面 還有那個 游泳池的酒吧 你可以在那裡 哦 所以這個就對了 一定要去游泳池喝酒啊 覺得你會住一樓啦 一樓的話你就可以 一樓出來就是 就是游泳池就在外面 然後這邊好像附近有一些 還蠻有名的那種 日落餐廳 這一條呢 其實有點像那種 觀光大街那種感覺 你們兩個心影不理耶 現在發生了一件事情 菲律賓下雨了 所以我們玩到一半之後 就突然要回飯店 我們現在要搭車去吃晚餐 然後我們現在坐這個都督車 這邊的交通方式呢 大部分都是以督督車為主 他現在都改成電動的 然後我們這一區呢 是S1區 比較多餐廳跟飯店的地方 這個是悠悠點的牛排 然後爸爸點的是這個漢堡 因為這裡沒有純素的 所以我們就會把這個 肉撈掉 哇 看起來很好吃欸 悠悠的嘴巴很挑 5分 我們來吃看看這個飯 吃的很大了 很多餵 而且是海味很重要的 它下面是飯嗎 我要挑看一下 怎麼覺得有痘痘那是什麼 真的有痘痘 悠悠現在要來玩這個投籃 40秒挑戰喔 加油 來 剛好悠悠加油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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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呢 我們現在要來吃什麼 Coco Mama 然後這一家的話 就可以先選Size 再要不要芒果 Coco Mama 爸爸講解 就是椰子 他把所有的冰淇淋都放在椰子裡面 不是有一個人叫Coco他媽媽是嗎 不是 Coco的媽媽不是吧 其實這樣還蠻便宜的 一份可能150-200塊左右 他是把冰淇淋這樣挖在椰子上面 這邊會再加一些配料 好可愛耶 Thank you 來試看看看 日色的是很酷 還蠻好吃的耶 還蠻好吃的耶 椰子本人不會很甜耶 嗯 可以吃飯 嗯 全米 全米 然後呢 我們現在呢 來到這邊 有一個叫Bucket的便利超市 那這個便利超市其實東西還賣蠻多的 建議大家可以來這邊 晚上的時候想要買一些餅乾啊 或是飲料 因為悠悠晚上都可能會肚子餓 所以可能要找一些零食給他吃 這是新竹米粉嗎 欸是耶 然後這裡啊 有很多芒果乾 巧克力芒果乾 這邊很多 還有這個香蕉片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來這邊買 伴手禮也OK 好的各位 然後現在是我們的午餐時間 來我們先看北京 然後這一間的話呢 從這邊看出去其實就是海 這一家其實就在這個 Station 2的這個地區附近 D Mo D Mo旁邊 蠻好找的 因為我看這一家也是蠻多人推薦 對 評價蠻高的 很多的CP值蠻高 現在來逛這個D Mo 那這個D Mo 它其實不是一個真的Mall 它是一條街 然後這條街有很多商店這樣子 都是自己賣紀念品的 其實也不太多啦 可是大部分都沒有冷氣的啊 如果來這邊廟心的準備 對 包括餐廳大部分都沒有 我覺得一定要像爸爸這樣子 中間這個會涼喔 會變冰 阿唷 那個也不錯啊 運動 都是我辦的 這是我辦的 5點半 這個啊 泰西 泰西 5點半 5點半才有 可是現在是一樣的 你如果現在預定 到時候錢給哪裡 到去那邊 啊 如果下雨 對啊 或下雨 這個咧 這個 比較有產的 這個比較貴 這多少錢 1,800 一個人 一個人 那我們買兩個 有比較多 這個一樣個人 一共 兩千幾 全部 沒有 全部 一樣個 一樣個 這個一個人多少錢啊 本來 這個1,000 這個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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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說 如果你們大家來長灘島玩的話 因為有些選項項目 其實在這邊可以直接現場安排 或是這邊路上都有很多這種在拉客 我覺得大家其實可以參考一下 你們自己心裡如果有個預算 或是上網抓個預算 有的時候來長灘島這邊也要看天氣情況 如果天氣不好的話 你提早訂票 其實也不一定能夠馬上退票給你 所以我覺得可以來現場這邊問 但現場這邊問的話呢 就是要考驗你殺價的功力 然後現在爸爸媽媽呢 他們兩個被糾纏住了 如何 好可怕 很可怕 對 一直推 一直推 而且我們說不要 他就會再追上來 對對對 窮追不捨 就會一直啦 會一直追著來 自己先看好價錢 然後比較一下 他就覺得還可以接受 心裡有個底 我幫你說什麼怎麼樣 有人就是像那種 路邊拉客的 然後你跟他講好 結果你來人不見啊 你買了馬上再帶你去成型的那種 馬上成型 你那種預約的是沒有保障的 因為這邊你有一些是在騙人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對 要看你就在KK Day或KLOOK 我們現在呢 要去跟這個人殺價 Hello Sorry How much one people Only this one We have four people One thousand pesos But we give you this one Only 850 One people Yea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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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y 850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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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much Four people Two thousand 兩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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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千五 兩千七 OK 兩千五 OK 兩千七 兩千七 You are four people Yeah we have four people So we just one boat OK 兩千五 兩千七 Because only four people We will go back tomorrow OK 兩千五 Oh 兩千七 兩千 兩千 兩千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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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other activity OK We talk with other activity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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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千五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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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殺價成功 跟大家說 原本我們剛才一開始問的是 一個人要一千批鎖 等於一個人要五百塊 然後呢 我剛剛上網查了一下 工訂價 其實就是一個人可能大概 四百塊左右 大概八百塊批鎖 原本應該是三千二 我就跟大家先殺價一下 是因為我看人家的分享 其實工訂行期價也都是大概是這樣 畢竟它不是一個明確的票種啊 所以就是兩邊雙方如果都同意的話 就完成了 我們現在要去看信仰了 看怎麼手就突然牽起來了 對啊 這麼浪漫的事情一定要牽住 然後我們現在呢 要走去搭這個帆船 哇 我們現在要上船了 上船之前要先穿那個救生衣 像他們後面一樣 然後呢 大家的東西呢 就是鞋子跟包包 都可以放在中間那邊 這兩個人會不會太恩愛啊 你覺得這個體驗怎麼樣 喜歡嗎 喜歡 我們的晚餐 今天終於不要吃義大利麵了 我們今天晚餐要吃韓式料理喔 它的價格的話呢 這樣一放好像是三四 三四百 三四百非幣而已 但是份量比較少 然後豆腐器的話 就是我覺得都比台灣的韓式 再便宜一點點 然後這邊呢 還有一些小菜 然後因為爸爸吃素的關係 所以這邊也有這種拌飯 然後這邊會有一些沾醬 然後它的飯呢 也是這種 韓國的五股飯 早安各位 現在時間是 五、四十分 昨天我們原本要去按摩 結果後來因為 按摩那邊的話 就是要再等待一個小時的朋友 所以我們後來都想要看點宣誓 說如果想按摩的話 可以進來給一些預約 她其實每天都在找座 她想要租摩托車 還是等一下給她騎那個沙灘摩托車 可以啊 來給觀眾福利一下 帥哥 我們現在要上船了 我們現在要先登上這個船 然後大家去拖曳傘的地方 如果大家會很容易暈船的話 記得要試運車要喔 然後呢跟大家說 如果來海島國家 我覺得建議大家一定要戴墨鏡 最好是就是有一點防曬的 或是說有這種顏色的 塵風波浪的姐姐 塵風波浪的姐姐 現在呢先到了這個大船上 等一下我們才要坐這個拖曳傘 然後這邊呢 你們有看到旁邊都有這種 在跟你聊天的人啊 他們都是問說 你在玩拖曳傘的時候 要不要加購 他幫你拍照 360度的那一種 原本是說兩個 2400 然後我就跟他說 1500 他還給我殺1800 就堅持跟他講 1500 結果他就馬上答應了 好像愛上殺教的感覺 他現在在教我們 拿這個 這一根錄影的 2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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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正在簽一個同意書 這邊也會協助你穿上一些 比較安全措施的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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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要出去了嗎 真的假的 欸太高了吧 超高的欸 這真的是我爸媽嗎 他們真的很厲害 好勇敢喔 然後這邊呢 船上都有這種專業的小哥 會用你的手機 然後直接幫你錄影拍照 來 他們終於回來了 他們要下水了 woo 嗚呜 還好嗎 不 怎麼樣 有點暈 要看遠處的山 要看遠處啊 看下面會暈 看下面會暈 接下來就換我跟弟弟了 你會緊張嗎 他們兩個飛超高的欸 我現在有點害怕欸怎麼辦 會恐怖嗎 不會,記得要看遠處的山 啊 不要 爸爸還在幫我拍照 - 有點暈欸- 對啊 所以我叫他快一點 我就沒有叫他很久 說幾分鐘就在那邊下來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 Station 1這邊真的超級無敵美 那這邊也沒有什麼水上活動的設施 我覺得看起來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我很喜歡欸 推薦大家如果來長灘島玩 可以住在 Station 1 但聽說網路上好像說 Station 1的房價都會比較高一點 但我覺得還蠻值得 因為蠻漂亮的 你看他們在那邊踢足球 超可愛的 現在呢 我們要回飯店了 後來又很開心的在吃冰了 對 這趟旅行最開心的應該是你喔 對 沒事都是我 沒事都是你 出去玩都是你在開心 因為我是簡單的幸福跟滿足 快樂擔當 好的 各位 那我們現在已經回到飯店了 我們明天一早就要回馬尼拉 所以現在是我們的最後一晚 然後我們最後想要總結一下 這次我們來長灘島其實是 又又剛好放15家 放15家 所以我在想說 我會自己請教 而且因為如果要去小地方 好不好不方便 對 又又你講 你覺得有什麼推薦大家的 剛剛那個一代一代一代 Sunday Sign 好吃 然後風景又好 然後如果推薦大家來 我覺得可以往 Station 1那邊看 好像住在碼頭附近確實會比較方便 對 我覺得如果要玩水上活動的話 走過去就很方便 然後這家飯店是爸爸找的 我覺得其實住起來還蠻舒服 還有啦就是做那個豬豬抽 都要給小超 真的吃到冬花魚 還有啦就是 你在水上活動的話 上次還蠻不錯的 我們最後沒有錄到 就是媽媽原本就是很開心在那邊玩 結果後來下一幕 船上大陸 就好 因為你們的人還是要請 所以我就建議大家 如果你是真的很不適合玩 有時候的這種話 我覺得你可以早上去玩一個 風雨頭來休息一下 我再看一下 還是說隔壁 就蠻特別大家的 好啦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啦